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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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网友们在评论区纷纷流言 认为应该让摄像小哥劝一劝阿祖法 不要和康特再这样僵持下去了 因为似乎阿祖法的丈夫康特和别的女人越走越近了 然而摄像小哥永远不会干涉阿祖法的生活 因为很多决定都关乎他一生的幸福 有些事情别人挤不来 只能靠他们自己去解决 网友们觉得康特天天带着老者的女儿来拉 找自己的老婆 简直太离谱了 真的太不像样了 他们对莱拉也有话要说 如果莱拉真的看中康特了 那一定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不能一错再错 这个男人对阿祖法如此 根本就不能承担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也没有什么赚钱能力 而且她又有一个强势的妈妈 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们认为莱拉长得漂亮 心也善 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 所以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而阿祖法只是一个在现实中挣扎的女人 她知道一个男人如果要变心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一切就靠她自觉了 如果康特先放手 她绝对不会挽留 现在的阿祖法觉得情呀爱呀都不重要了 爱情也不能当饭吃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每天过得一团糟糕 那样的日子也是煎熬 她受过的苦恼让她不得不现实起来 阿祖法住的地方确实一事隔绝 偶尔有一群山羊从这里经过 其他时候真的非常安静 很少有人会走到这里来 这个房子是租来的 虽然只有七个月 但她还要自己建一建 因为这一间是浴室和厨房 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她在这个安静的地方 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也在努力地生活着 莱拉 一个处于情感漩涡中的女人 她因为感激康特 而陪着她一起找人 却因此陷入了于康特的绯闻之中 她并非随便的女人 也不会插足他人的婚姻 她对康特的感情 更多的是感激和陪伴 而不是爱情 然而 外界的误解 让她感到困惑和无奈 她知道自己不能一错再错 她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这个复杂的情感故事中 每个人都在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康特需要在阿祖法和莱拉之间做出选择 她需要思考自己的责任和未来 阿祖法需要在爱情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 她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莱拉需要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做出选择 她需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其实 生活就是这样 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大家都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大家可以在面对困难时 勇敢地做出选择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无论是康特 阿祖法 还是莱拉 他们都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 在这个情感的纠葛中 大家也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无奈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大家还需要面对现实的挑战 大家需要在爱情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同时大家也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 都在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希望康特 阿祖法和莱拉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幸福和价值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 勇敢地面对挑战 做出正确的选择 过上幸福的生活 感谢您的观看